警政署長黃明昭先生在八度分住所 在警察局長翁群能陪同下慰問基層員警 短暫停留20多分鐘 除了慰問13號才回到單位上班的廖姓女警 也查看駐地需要加強防護措施是否足夠 很遺憾八度所的同仁的生意 一往是這樣的一個離開 那當然所裡面的相關的期望還是要正常來運作 然後特別來要同仁 派所裡面同仁做一個慰問 主要就是來衛免說我們在位受傷的同仁 還有關心我們目前大家同仁的身心狀況 還有派出所營運的狀況 然後目前就是都透過警察局還有分局的協助 大家都是會出來退適應這樣 為了加強派出所安全 八度分駐所值班台提升為防彈級3A等級 防彈鋼板厚度2.8公分 本分局以最初建安裝規格 防彈玻璃3A等級玻璃厚度2.8公分 防彈厚度鋼板1公分值值班台 並於3月4日裝設完畢 以確保遠景執勤安全 警察局針對13處派出所或者分局規劃設置M自行車主護欄 同時配合這輩希望多管旗下加強派出所安全 是我們經過普測了以後呢 有發現13處我們認為是第一階段要來做的 那目前已經都做了規劃跟施工的一個發包 不過需要一點時間 那長遠的話我們還會再做第二梯次的所謂感應監測燈光警鈴等 這個感針系統的佩附啊 來整個強化所謂駐地安全防護的這一個部分啊 這個不過需要一點時間 那也需要分階段來做 那我們會盡全力來做好保護派出所的安全 身為幹部在這個時候更應該走入基層 跟基層多家的互動 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他們情感上 以及情緒上的一個方向 適時的給予協助 支持跟鼓勵 這是任何一個幹部啊都應該必須的 目前調適的狀況就是透過 警察局提供那種關老師專業的心理智商 主要還是要透過我們所內同仁 大家同才之間的互相幫助啊 用團隊的力量一起走過這一關這個傷頭 基隆八肚分助所上個月底 遭到減性男子駕車衝撞 造成員警一死一傷 警察局長翁群能強調 雖然分助所勤務已經恢復正常 但也會安排心理輔導 希望和員警站在一起 讓基層不孤單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